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今天硬气不太好一出生就只有一个 荒无人烟的岛屿 但是没有关系 本次要介绍的莫德并不是在主世界 我们要前往的那个世界叫做暮色森林 传送门的制作方法也是非常简单 倒上22格的水 然后在旁边插一圈花 额沙漠好像插不了 那就插仙人掌 好吧还是不行 往中间丢一颗钻石 插完花后传送门就完成了 走你 哇哦 这里就是异室界嘛 还有个迷宫 不知道会不会有美少女 这里怎么有条毛虫呢 长得好丑 而我酷子大恶魔 作为从异世界来的勇者 放任他不管肯定不是我的作品 于是我掏出了铁针 给我的传说极弓箭附魔 无限力量燃烧 听说这把弓还能三连射 我把它取名为火之高兴 神秘的看到这样的对手 一定很高兴吧 来吧神秘怪 哦 真是一场经费爆炸的打斗 怪不得刚刚的宠能长这么大 肯定是啃输啃的 这些树都被助空心了 我刚刚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这树做成书倒也不错 但安居乐业并不是我酷某的作风 门大爷就是要浪迹江湖 行侠仗义 哎 这里有座城堡 门啊 这城堡怎么没有门啊 于是我选择从房顶正中心往下挖 天照正义 这里有个酷了王 我好像不打不撞进入了他的卧室 墙面上挂满了他的自拍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我是 他好像能够反弹一切伤害的样子 虽然有实体 但我就是打不过他 我切瓦成生存模式看看 哇 他居然还会分身 哎 经过一番探索 我取得了专门克制骷髅王的神器 黄昏全杖 一发即可破盾 而且我还用护盾全杖 回来也可以反弹一切伤害 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有趣的建筑 就比如这个恶魂城堡 坦白想象不开创造模式 谁能爬这么高 这座城堡的顶上有一只粉红色的恶魂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击杀一下 好的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本期的mod就介绍到这里 我是寇子 我们下期再见